早上, 前面的即時走勢 昨晚美股變動不大 恆新指數輕微高開大概20點左右 9點半, 期止做26415 比上天4點高達15點左右 9點半, 現貨一開, 外圍初段做好 除了ATMXJ之外, 抽高原慢慢有估額 大部分過股早段都是更勝 9.51分期指早段高位26,485 10點打口隨著外圍偏遠 科技股繼續捱沽的情況下期指慢慢回落 全日低位10點11分出現26,366 同期基本上科技股和期指接近同步 11點半前期指不復只有幾點 大陸收市打口在外圍變動不大 期指10分鐘內急抽超過200點 個股大部份都急抽上去 11點42分期指達到26,644 吃飯前期指小回個股輕微媒條 12點期指收補26,586 整午午飯回來 我認為中美雙雙向下飛插 香港期指不能幸免 期指大概插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2點半下午低位26,422 同期中美插穿底部 但香港距離今早的底部還有幾點距離 相對地香港比其他地區強 2點半後外圍止跌反彈 時日比較弱的7001轉勢 開始有買盤及 期指再慢慢買上去 4點中期指收補26,525 講下明天的個人即市策略 先講過市 今早期指接近平開地下 上上落落玩了大概2小時左右 11點半打後 現貨時間用真金白銀 買上去升穿的26,450引發這個買盤 再夾多接近200點期指 下午期指借著外圍插進去 在香港雖然有根 但也穿回今早的底部 很明顯是強於其他市場 期指短時間之內 升到200多點 也借著外圍回落 下午做了一個半小時的回吐 後市來說應該還有所謂向上 而今早期指收市價也是近日 首次可以成功收入26,450資訊 也是利好 看看個個個來說 除了300,000或是有少許的孤壓之外 其他人來說也很健康 其指圖來說也是上面沒有甚麼阻力位 幾指圖升出了三月份的下降裂口 近一點有甚麼阻力位 前頂7月7號26,791 另外3月5號26,766 終極一夾之外飛插位 聽來講也沒有反應高開 後來開車就轉為一個區間形式去操作 明天開倉位置 建好倉位置26,440加-50點 建即時好倉 至少會來開倉位置200點 建淡倉位置26,810加-50點 建即時淡倉位置 至少會來開倉位置200點 預期明天的波幅應該不會太大 多謝收看Tasty Money 記得訂閱 考驗 還有給LIKE 拜拜 記得按鈴鐺 拜拜